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254集 族长行事端正,光明磊落,令人敬佩啊 见药族族长并非不讲理之人 萧妍大喜过望,觉得求药之事又进了一步 连忙上前拱手表示敬佩 哼 药族族长却恨恨地瞪了萧妍一眼 冷哼一声,并不接受萧妍的敬佩 无论如何,萧妍打上了药族几十个弟子 这是事实 所以药族族长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萧妍 等我将事情的缘由彻底问清楚了 再找你算账 话音刚落 药族族长的大手便隔空抓向守门的两名护卫 一圈圈斗气连衣,如波浪一般急速扩散 在萧妍两道震撼的目光中 两名距离相隔甚远的护卫 竟然同时飞到了药族族长身边 这一手妙道豪颠 让萧妍兴兴的同时不由得大为震惊 对药族族长顿时生出一丝敬畏之心 一样的灌药手法,一样的稍后片刻 两名护卫很快醒来,将事情交代了一遍 有了统领的前车之鉴 两名护卫倒是相当老实 并没有半点说假与夸当 越听这药族族长越是有些老脸羞红 但扫了一眼萧妍后,脸色又陡然沉了下来 这么说,虽然你们无理在先 但你们也是因为确定不了他的身份 才发的信号弹 药族族长将两名护卫前面对萧妍的无理 轻描淡写带过 反而紧瞪着萧妍 似乎非要找出一个理由来挽回药族失去的面子 听药族族长这么一问护卫 萧妍就知道 自己的所作所为让药族大失面子 身为药族一族之长 决然不会就这样轻易放过自己 他微微叹了口气 坦然说道 唉,关于萧某的身份 萧某所言句句属实 在药族这里 萧某的区区博名 又有什么好值得冒充的呢 哼,不值得冒充 并不代表你没有冒充 药族族长很是强词夺理地说道 望着毫无巨色的萧炎 他的心中其实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没想到面前这小子 有可能就是近年来风投正盛的那个萧炎 实在是大出他的意料 那 组长的意思是 萧炎不由地将手掌攥紧 一脸凝重地望着药族组长 心到这次恐怕无法轻易善了 拿不出证据证明你的身份的话 就只好先让你留在药族了 药族组长心存怀疑 倒也不敢做得太绝 只是事关药族颜面 无论如何都得让这小子吃点苦头 否则这事传将出去 药族颜面何存 既然组长这样说 不如这样 药族可否派一个人带萧炎前往萧府 给魔皇送信 再带回信物可好 萧炎心思骤转 想到了一个证明自己身份的办法 尽管很麻烦 但眼下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哼 荒唐 如果你真的是萧炎 怎么可能证明不了你自己的身份 如果你是假冒的 我药族派人去找魔皇求证 岂不是让魔皇耻笑 给天下人当成笑柄吗 见萧炎拿不出证据 药族族长勃然大怒 下巴高杨鹤知道 看来你得留在我药族了 什么时候能证明你的身份 再说吧 药族族长的话 让萧炎胸口一阵憋闷 这话看似有理 但真实意图 萧炎心中血量 无非是借他无法证明身份 来让萧炎成为药族的 阶侠之囚 这样一来 药族的颜面可以挽回几分 而且日后 就算证实了萧炎是真的 魔皇和伤盟 也说不出药族有什么不对 拿药族没有半点办法 好一个药族啊 居傲的居然那么毫无道理 难怪会一路衰落至此 但萧炎岂甘受此侮辱 猛地抬头 对着药族族长朗然出声 族长既不愿派人去查证 那萧某 斗胆问上一句 族长 又如何证明你的身份呢 萧炎的提问 仿佛点燃了药族族长 那心中曾经的荣耀 他傲然抬头说道 斗地大陆上啊 有谁不认识我耀傲天 老夫这张脸 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一个霸道的回答 萧炎差点没差过气去 没好气地说道 据西城一带纵横百万里 萧炎虽不敢说名声振天 但还是萧有薄名 只要药族长派人前去打听 没听说过萧某的人 想必也有限得很 萧炎的回答不卑不亢 又语含双关 简直就是将药族族长的话 照搬过去 还隐隐有讥讽药族 孤陋寡闻之意 药族族长任老成精 哪会听不出萧炎话中所指 老脸当即一红 有些羞恼地说道 哼 萧萧萧炎 又如何能与老夫相提并论 嗯 小子 空口无凭 成口舌之力是没有用的 既然你证明不了你的身份 又在我药族领地撒野 老夫对你来我药族的动机 表示极大的怀疑 你就先乖乖留在药族吧 你 莫非你打算用墙 萧炎大惊 但话尚未说完 就被药族族长打断 哼 好吧 你也别说老夫一大欺小 不给你机会 老夫只用二乘十力 你若能胜了老夫 老夫对你之前所为 就不追究了 放任你离去 哼哼哼 老夫倒要看看 是你这副灵牙利齿厉害 还是你手底下的功夫厉害 话音刚落 药族族长便将手中那根四棍飞棍的木杖挥起 似乎年老身脉 要握不住一般 杖身连连颤抖中 就那么点向萧炎 仅用二乘十力 这药族族长 好大的口气啊 萧炎弃脑之急 又心生出了侥幸 萧炎哪里知道 如果不是药族的傲气和极耗面子 否则以药族族长强悍实力 一巴掌就能拍死他 杖身轻柔 轻飘飘的 就要沾上萧炎的一巾 萧炎虽然不相信 药族族长仅凭二乘十力就能战胜自己 但之前毕竟见识过药族族长的厉害 他可不敢把这根木杖 颤颤巍巍的一击当成儿戏 刷的一声展开骨斥 身形在急速间 凌空跃起 避过如影相随的杖影 天火横骨齿绽放出刺目的火光 千尺无影 斜斩而下 木杖余力未消 在萧炎惊恶的目光中不退反进 反而直挑中齿 似乎完全不考虑 那柔弱的木杖随时会折断在那宽厚的齿身下 事出反常必有妖 药族族长一反刚才出手的阴柔 反而拿着根只有两指宽的木条 刚净迎击 这让萧炎头皮有些发麻 但招式一出 难以变更 我就不信这不稀儿的木杖 能顶得住我天火凝聚而成的神尺 既然你依老卖老如此拖大 那我就将它批断给你看看 萧炎咬紧牙关 手中力道再度加强 天火横骨齿不避不让 劈在了木杖上 齿杖相交 没有金属的撞击声 只有力斧切入树桩的一声闷响 然后在萧炎惊喜的眼光中 那根似棍飞棍的木杖 几乎弯成了月牙状 看似随时都会断裂 太好了 再加一把劲就可以毁掉药族族长的武器 就算我赢了 萧炎大喜过望 斗气疯狂涌出 灌注在手中的天火横骨齿上 天火横骨齿骤然一沉 木杖弯得更厉害了 眼看就要从月牙形变成一个圆圈 可惜尽管那根木杖变形的不像样子 但韧性却强得出人意料 不仅没有一点要断的迹象 表皮上甚至连一丝破裂的痕迹都没有 哼 老夫取之火山不毛之地 百万年才成才的火山绿意树心 若是这么轻易就被你折断的话 他也不配成为天下十大神母之一了 就在萧炎有些傻眼的时候 药族族长嘴角 飘起一丝激笑 手臂轻轻一抖 那受力被下压到极限角度的木杖 猛然反弹而起 带起尖锐的破风声 一反之前的阴柔 刚进的力道瞬间爆发 如海啸中掀起的千虫巨浪 铺天盖地的兜头拍来 先借阴柔之劲 让萧炎心生迷惑 再借刚进的反弹之力暴起发难 药族族长这一招 简直就是绝杀之势 看似根本无解 更可怕的是 萧炎催动权力将木杖压弯的时候 也无形中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如此近距离的反击 令萧炎已经无暇做出有效的躲避 不得不说 尽管药族族长压制了八成实力 但其林狄经验之丰富 对时机把握之妙 还有刚柔斗气的转变 都已经炉火纯青 无可挑剔 不好 萧炎见状大惊失色 但身处半空无处借力 旧力已尽心力未生 冷汗顿时达湿了后背 一股寒意透胸而出 危急之际 萧炎来不及多想 右臂本能地迅速抬起 猛地一拍左臂弯 左手一颤 带着天火横骨齿 往胸口左侧一移 勉强挡在了呼啸而至的木杖前面 苍狼一声 高速挥制的木杖 砸在天火横骨齿上 竟然爆发出了 两柄金属巨刃香撞机 才会发出的清脆颤音 萧炎手中的天火横骨齿 再也握不牢 猛地向后一沉 重重地砸在了她的额头上 咔嚓一声骨头清脆的响声 萧炎清晰地感受到 一条细微裂缝 沿着额头骨 快速蔓延了下去 直至胸膛肋骨 火辣辣的燃烧感传遍全身 身躯被无力地抛了出去 嘴角流淌出的血 在空中连成一条不规则的血线 悬空后飞的萧炎 只听见耳边风声呼呼 但四肢已经麻痹 他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杀住急速后飞的身形 眼见就要撞上背后 几人核爆错的大树 萧炎的头顶上 又骤然出现了一片阴影 药族组长大袖抖下 在空中响起了 噼里啪啦的穿金烈石之音 哼 证明不了身份 又赢不了二成实力的我 那就先留下吧 药族组长冰冷的声音响起 落下的绣袍黎萧炎 已然不及一尺 萧炎甚至可以闻到 药族组长身上 那浓郁的几乎化不开的药香味 萧炎苦笑一下 无力地闭上了双眸 我能证明他的身份 一声娇斥 及时在萧炎头顶处响起 声音带着无尽的愤怒 在药族组长身边 裂开的空间处 出现的缓韧 更是冰冷刺骨 如果药族组长补补一切 将大袖在萧炎身上击石 那锋利的吹毛可断的缓韧 也会切入他的喉咙 药族组长勃然大怒 但却不得不退 大袖回甩 击在环刃之上 环刃滴溜溜在空中转了半圈 滑出一个诡异的弧度 切断了萧炎后背 即将撞上的那棵大树 萧炎撞空的身形继续后冲 但却并没有撞上大树 而是撞在了一个极其柔软的身体上 头枕伤的是一抹惊人的弹性 让萧炎几乎忘却了浑身的疼痛 差点呻吟出来 一听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萧炎就知道 来的是珍妮 至于珍妮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此刻正头枕温柔的她 无暇去理会 也不愿意去理会 紧为着柔软的头 极其享受的 顺势摸索了两下 萧炎 一声微寒 沉怒和害羞的焦鹤声 滴滴的响起 萧炎的身躯被稍微推开了一些 珍妮那张娇羞飞红的脸庞 出现在了萧炎眸中 勾魂夺魄的眼睛 似怒却寒翘 微微带着点水气